你是王建伯吗 嗯 对 是我 哦 你有三十五吗 三十五 哎 我没零钱 我有一百 你理解错了 我们这不收费 我是问你多少费 我一个人睡啊 我老公刚出差 你问这个干嘛 我是疯不清睡和睡 但是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你有点常识行不行 我是医生 我问你多大了 早说嘛 我今年三十五岁 我告诉你有三十五没 你说没有 我是没有三十五吗 我有一百 一百 哎 行行行 打住 你已经三十五了 你这个情况属于高龄产妇 不是 大夫 哎 现在四十多岁生孩子的比比皆是 我怎么就成高龄产妇了 啊 八十多岁老来得死的都有 是是是是 来 我给你听一听吧 哎呀 你这孩子啊 会说相声呢 嗯 嗯 不是 大夫 你闹呢 嗯 你这耳机都没拔下来 听着气都没有插耳朵上 啊 你不能以为不收钱就糊弄我吧 啊 来来来来 我好好给你听一听 哎 嗯 哎 一切正常 你把避兔单拿过来我看看 给咱们 你喝酒吗 这没菜呀 怎么喝呀 我问的是你平时 啊 你们医院上喝酒吧 不是啊 我是问你在家里喝酒吧 啊 原来你说了这个呀 那得分情况呢 分什么情况 哦 佣妇不能喝酒啊 佣妇严谨得喝酒 你不知道吗 哦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嘿嘿嘿嘿 你抽烟吗 什么牌子啊 要是滑子的话 我可以给我老公带回去 嗯 我问你在家抽烟吗 不抽啊 但我吸二手烟 嗯 二手烟更不行啊 对胎儿的伤害很大的 哦 行 我回去啊 让我老公别抽烟了 那就没什么了 孩子一切正常 你一定小心二手压 知道了大夫 哎 我这也没太多钱啊 就一百块 你方便套路一下胎儿的性别吧 哎呀 你赶紧把钱收起来啊 医生不能收红包 你别让我把工作丢了啊 你告诉我一下子嘛 这一个钱就行 你快收起来 这有监控监窟在那呢 你别让我把饭碗丢了 哎呀 那得定 你偏麻烦了不好意思啊 你就说一个字 男还是女 医院规定 不能给患者透露胎儿的性别啊 行 我明白你的难处了 那你说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是给孩子买裤子还是裙子呢 买什么买 哎呀 刚出生的孩子也穿不了这个 你准备尿布湿吧 尿布湿不是男孩女孩都能穿的吗 对呀 你不能歧视性别呀 那你不是说了一句废话吗 不是废话 你孩子出生一年都要穿尿布湿 在这一年时间里 你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穷子还是裤子了 你这医生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呸 是艾布湿 哎呀呀 那刚出生的孩子不就是装备尿布湿吗 难道是他家里穷买部起尿布湿 哎 王建国 你没有钱就装备尿布也行啊 你倒不会 哈哈哈 清清 老板 这是您养的合同 这怎么全是应用的 没有给我翻译过来 老板 这次这个客户是国外的 合同都是中介年号发过来的 所以没有翻译 那中介你应该给我翻译过来才行啊 哎呀 中介翻译今天有事来不了 所以目前只有英文版合同 我记得你面试的时候是本戈壁啊吧 你是不是学过英语 那你给我翻译翻译 早晚你就别难为我了 我的专业不用学英语 而且我的英语水平直线绝 好还用 而且还说的不给我用 行行行 你去看看谁会英语 让他来给我翻译翻译 老板 我的公司又不是外套融丝 这不是你的时候 也没要求会进去啊 打起了炮大车的人 不跟他说话 行行行 你先去吧 我自己先看看 这可怎么办呀 这英文合同我也看不懂啊 哎呀 公司这几百哈人啊 真是白痒了 干啥啥不行 干饭弟弟你 我以后要把公司的货是标准较低 看怎么还敢不敢这么厚日子 老板 我来打扫一下被收 行 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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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Y 后面加个A是什么意思呀 可愁死我咯 老板 这个CONTRACT 是合同的意思 PARTY A 是甲方的意思 哎 不是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哎 英文而已嘛 这不是有嘴就能说吗 我精通八个语言呢 英语还是八级呢 哎哎哎 那你怎么过来当老学来啊 这不是老了嘛 孩子们都事业有成 也不需要我帮忙 哎 我在家也待不住 就出来找点轻松的活看看 原来是这样啊 哎 那你帮我看看 这句怎么翻译 PARTY A PARTY has carefully read and clear understand the CONTRACT 说的是 甲方语仔细阅读 并明确理解此合同 哎 那你接着帮我看看别的 你坐下坐下 哎呀 我眼睛不行了 这合同啊 看不了 翻译不了 哎 我给你加钱 双倍 这不是钱的事 四倍 哎呀 我又不缺钱 这不是钱的事 哎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啊 你把这个合同啊 拍个照 哎 再网上查一查 就好了 有道理啊 我怎么没想到我 你要是后面还有需要的话 我还有个 这个外语辅导班 这里面的小姑娘小伙子 都能帮你翻译 哎 姐姐 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哎 去手之拉而已 呀 这钱你也不要 这样 以后我的公司啊 你就看清醒来上班 哎 即便上上班都行 哎呀 那就谢谢老板了啊 哈哈哈 应该的应该的 好 谢谢你才对 啊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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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